要去的这个地方 某种程度上是 黄公望先生曾经隐居的地方 东晋西晋以后 浙江呢 成为很多隐居者理想的目的地 也有山水为伴 对 你看 如果没有这条新修的路 这就是真正的取境通幽 是的 陈哥 李宾老师 你们好 大家好 你说今天的天多神奇 刚下了一场雨 山马上就淤淤淤淤了 对 一下子气温就降低了 对对对 没那么热了 看来是欢迎我们的 对对对 我们往里面走 好 里面有小洞天走 哇小洞天啊 很神仙的地方 六百多年的历史 对对对 但听说它是帆贱的 对对对 李承能给我拍张照片吗 好的 这是我早就想来的地方 小心走呀 来我来取个几 听说李平老师特别钟爱这个黄光旺先生和他的作品 只要看过的人都是喜欢的不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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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分头逛逛 好呀 可以可以 没问题 诚哥之前来过这边吗 我没有 我第一次来 但是我来过富阳 这个道好漂亮 这就南楼 你看没有 哎呦 哎呦 我第一次到这来 我简直不能相信 富春山基图 就是在这个南楼 就在这个桌子 在这个屋子里画写的 有拔为证 他说我在这个山 就是富春山这个地方待了很多年 日夜跟我的诗地就无用诗 白天去游山 夜里回到这来画画 我以此来证明 我的这幅画 富春山基图 就是在南楼完成的 这是小冬天 对对 黄光旺 另一幅画的拔 大概就说 富春山这个地方 他说我认识 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 他说我于是呢 就在这个地方 建立一堂房子 嗯 我就在这里喝茶 闻香 然后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我自己啊 还活在人间嘛 于是他给自己这个房子 起名叫小冬天 不知身世在成环以 而曰小冬天 别有冬天的意思 对对对 黄光旺先生原来本姓路 他是后来被收养到一位黄姓家人 据传说 但这有各种各样的版本 说收养他的时候呢 那位黄家的先生已经九十几岁高龄了 九十四岁 叫黄乐 黄乐 对对 黄乐 然后他就一直盼望他 他有个儿子 可是他一直就没有 对 而且主要是他太挑剔了 他希望这还要聪明伶俐 相貌要好 就像李晨这样的 然后终于在九十四岁把他收留了做儿子 黄老先生因为德高望 这种人都叫黄公 然后都叫个黄公望 黄公望子久已 这个大吃到人呢 这是他在拜入全神教以后 给自己取的别号 黄公望先生的人生还是比较有趣的 非常的传奇 五十岁之前黄公望先生可以说是无人知晓 他当时其实有一身的才华 但无法得以实现 然后在杭州得到了知府知县的赏识 做过几次 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秘书郎吧 但是后来因为牵扯到一个 当时分配田地的案件当中入狱了 坐牢也坐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再次回来以后 已经不再有任何希望了 然后他拜在了中国当时非常了不得的画家 赵先生门下 开始痴情于山水画 赵孟甫是当时元代最大的画家 赵孟甫不是有一个画堂吗 就叫松雪堂 他一拜他的时候 他是五十岁了 然后就自己自嘲 我是松雪堂的小学生 你一个人五十岁敢于重新再从事一项职业 就是心中有树 有勇气 现在很多人说 哎呀不行了 我岁数大了 我不敢再创业了 一听他三十岁 而且他真能沉得住气 五十岁到七十三岁出 他第一张就震惊大家的一幅画 越说我越好奇 越想去看一看这幅画 咱们这样 咱们看看咱们这次的旅行清单 好 看看他们有什么安排 好不好 来来来 这最后一期的清单了 八斤你们都在啊 都在 我们来常住 幸福 很幸福 很幸福啊 家在盐林滩下柱 秦时风雾进山川 碧桃三月花四景 来往春江有吊川 富阳当地非常著名的作家 玉达夫先生的自述诗 好有画面感啊 诗和远方旅行团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本季旅途的终点站 富阳 一江春水遥于一江人 富春江畔 古往今来的人 事物将在本次旅途中 如画卷般 一一展开 来和他们相遇吧 来感受这山水脚下的 诗意齐居 与生命真谛 最后一次 旅途愉快 你看这咱们有六站啊 别有洞天 是咱们已经在了 这就是小洞天 接下来是画中蓝亭 春江调图 水墨江南 一触即发 还有富阳记忆 现在要去哪啊 现在应该就是这个画中蓝亭了 因为富春山居图也被称为是画中蓝亭 其实中国书法绘画两大蓝亭都出自我们浙江 一个就是王羲之先生的 一个就是我们黄公网先生的 咱们现在就跟李老师去看看他最喜欢的那幅画好不好 李老师跟着你 走 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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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